這則訊息跟我說 他們是屏東部立醫院的呼吸治療師 他們急需要救命神器 病人現在真的很痛苦 今天從屏東回來了 其實我昨天是真的很想覺得說 終於週末了 那我就是要陪家人陪小孩這樣子 結果沒有想到昨天就先看到屏東 下午的時候就先看到屏東的疫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忽然在想說 我不知道屏東那邊的醫護人員 他們有沒有比較好的防護隔離醫 那我覺得他們很需要 因為這個病毒如果很可怕的話 那希望他們有做好自我的保護 再去就是拯救病人的時候 也會比較安全 那所以說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問了一些屏東的醫院 請問你們有這樣子的需求嗎 醫院方都給我的回應是說 他們非常需要 那我說因為我手邊有的東西就是 PAPR有台灣剩下的八套 還有防護衣我可以調到了八百件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喉頭鏡 那個插管神器 目前手邊能調到的喉頭鏡也是十台 那我大概分配了一下就是四家醫院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喉姐你為什麼要自己送過去 你就叫個貨車啊 叫誰啊幫你送過去就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這一點我還蠻堅持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就是張羅來的東西 我親手送過去 這是一個心意 那我也希望說醫護人員可以感受到這一份心意 那萬一不見了或者是沒有交接好怎麼辦呢 然後這本來就是他們急需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最可靠的人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聯絡的每一個窗口都是我自己對的 所以我自己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親手幾份交給醫院方 我覺得這是最保險的 然後就覺得說實在是太累了很困 我要睡覺了 正準備要洗澡的時候 訊息是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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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跳出來 我就忽然看到了這一個訊息 這則訊息跟我說 他們是屏東部立醫院的呼吸治療師 他們急需要這個就是救命神器 他說詠傑我們可以有一台嗎 一台就好了 病人現在真的很痛苦 他很痛苦我很怕他撐不下去了 他很需要這個 不然他馬上就要被插管了 不行 那病人拜託你一定要撐住 不然我真的是會覺得就是 就真的會非常的難過 坐上高鐵之後我就開始聯絡 屏東那邊有我們送的機器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先去借一下 第一站也是要去安泰醫院 所以我第一通電話就打給了安泰醫院的院長 所以院長就說當然可以 因為現在剛好機器沒有人使用 太好了我一通電話就掉到機器了啊 就是這樣子啊 我沒有要放棄啊 放棄就不在我的字典裡嘛 我也沒有想到 其實你要做一件好事的時候 我認真認真的說 真的是全宇宙都在幫忙 他說謝謝你我不知道該如何感謝你 我很感動我的阿嬤一定會健康出院的 我跟他說加油 請你幫我跟阿嬤說 阿嬤我是為了你才這麼努力的把機器掉過來的 所以請阿嬤你也一定要努力 所以我相信阿嬤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剛剛我有看到有人說你是在做秀 但應該是一場很美麗的秀吧 雖然他們在屏東 大家都說阿屏東現在很可怕 屏東的這個變種的病毒 這個印度來的很可怕 所以我們都要離屏東很遠 不要接近屏東 我們唯一的敵人就是病毒 我們千萬不可以互相指責 互相遺棄 我們就是要當彼此的神隊友 我們現在全部的人就是一家人 喔怎麼這麼好吃 這不管是屏東的芒果也好 台東的芒果也好 反正台灣的水果就是好吃 老師姐你要出來不然我不要停喔 嗨 嗨 快點 你說我今天有沒有好棒棒棒 好棒棒 你真的很棒棒 你超厲害的 好啦 你一定要好起來喔阿嬤 阿嬤真的 阿嬤加油